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Devick Sir 現在是2019年12月25日 今天想和大家談談昨天在波蘭街發生的墮樓事件 這件事其實警方還在查,不過基本上沒有可疑 但我想和大家確認一下事實 最主要原因就是根據《明報》所說 在凌晨3時有示威者,但我覺得這班是暴徒 向事發現場附近的店舖索取閉路電視的片段 包括位於波蘭街163號的小食店喜喜美食 他的負責人拒絕交出閉路電視的片段 和示威者發生爭執,示威者推倒小食店的卓爾等物品 結果是怎樣呢?是這樣的 人家做小生意,你問他拿閉路電視的片段 人家不給你,你怎麼搞到人家的店舖好像打了風 你們有什麼權利去問人家拿閉路電視? 你是想毀屍滅跡,然後砌警察生豬肉? 接著,他又說防暴警察到現場 拆除小食店的閉路電視鏡頭 好了,我們知道《明報》是什麼立場 一向都不是很歡迎警察的 但他報導這件事,大部分是事實來的 只不過是稱呼那幫暴徒為示威者 又沒有說到為什麼警方要拆除小食店的閉路電視鏡頭 我又在社交媒體上看到,有一個留言 或者一段說明,說這件事 他就歪曲了整件事 把時間罪完全調轉了 是否真的可以這樣? 他就說,警察去喜喜美食 拆除閉路電視,移想毀屍滅跡 店方就配合警方 另有市民問喜喜美食有沒有拍到墮樓影片的時候 店方大漏並說影裡什麼什麼 隨即惹來市民不滿 這件事的時序完全調轉了 是不是真的可以這樣做呢? 社交媒體是不是真的沒有監管呢? 還有,之前有一宗新聞 我都覺得看到之後 我就非常之興奮的 就是粉嶺那場交通意外 重大的交通意外 剛才那張照片很明顯是晚上拍的 下午就發生意外 現場就清理好了 有幾位警員 或者是急救員 就在現場附近 在那裡聊聊聊聊聊 結果被某些人拍了下來 這張照片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被人加了標題什麼呢? 警察很冷血 我想請大家 還警方一個清白 如果是想污衊警方 說他們是壞人的 我跟你說 你在說謊 這件事是對我們香港人 一個智慧的污衊 你覺得沒有人看到事實 不敢把事實說出來? 你覺得你隨便在社交媒體上 說兩講 別人就會相信你? 我想請你們看清楚 香港人是有理性的 你們不是香港人 自己香港 自己救 警察是我們的好朋友 多謝大家